来自台中市的新伙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透过花莲先议员Debus Eli的转介 这次特别捐赠了100万元慰问助学金 要透过爱花莲基金会 发送给在4月份强震中成为红黄丹户的学童 希望能够为他们注入温暖 并带着满满的能量奋发向学 4月份连续强震 造成县内许多房屋大楼倒塌 毁损有超过百栋建物被列为红黄丹 让不少家庭连带受到影响 红丹的部分跟黄丹部分总共加起来 有21位同学的家里面是受灾户 那比较需要的是家里面 因为有一些物品临时测出来 那家居也要或是孩子们一些书籍物品 或者平常的一些经费的部分 必须要在重建或是在外 一些购置相关的家居物品的部分 是比较急需的 为了减轻红黄丹户学童的后顾之忧 台中市新伙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次特别透过花莲县议员迪布斯依赖的转介 捐赠了100万元为问助学金 要透过爱花莲基金会 发送给全县的受灾学童 那我们基金会也是代发这样子一个善款的部分 那上面也写了一些立志的小语小卡 那我们更希望平安心安 才能够让孩子未来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力量 那虽然现在统计下有33间学校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些孩子 那我们陆陆续续还会持续来受理相关 有需要帮忙的孩子们 跟需要急难的一些乡亲朋友们 魏佳贤表示花莲的重建除了政府的协助 更需要大家的关怀 对于所有捐款帮助花莲的朋友都心存感谢 不管是捐赠给花莲县政府或是民间三星团体 每一笔捐款都希望能用在灾民身上 记者 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